40岁未婚的她晒美照撞脸日本女星,为富豪生了三个娃,是真爱。 吴佩慈有助人人羡慕的好身材,据说她的身材的一比九的比例,身材丰满又性感,因此被很多人称为九头身美女,是无数圈内圈外人的梦中情人。 这样的美人注定是娱乐圈的大赢家,如今已经40岁,生了三个娃后,依然美如少女,真的是连岁月的都眷顾她。 3月13日,吴佩慈在社交网站上发出自己的新发型美照,一向走性感路线的吴佩慈却剪了一个空气刘海,相比之前的性感,吴佩慈美如少女,十分的甜美。 在她精致的五官上清晰可见柳叶眉,高鼻梁和粉粉的嫩蠢,很多网友看到厚大精女神的美色,别人都是洞灵女神,吴佩慈却是简灵女神,越活越年轻啊,像18岁,还有人说像日本的模特新缘结衣,实在是太美了。 网友的评价甚高,不愧是九头身美女,年龄和美貌大概也有九条命吧,从照片上根本看不上这是一个已经40岁的人,更看不出她生了三个娃。 说起吴佩慈娃的事情,其实她至今还是未婚,和富豪男友纪晓波在2013年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,不过就算为纪晓波生下千金,也没有加入豪门。 吴佩慈娃身上的忍耐和大度是很多女人身上少有的,然而吴佩慈的大度让人感到意外,2015年的时候,吴佩慈又为富豪男友纪晓波生下男婴, 可是生下男婴的吴佩慈依然没有成为豪门太太,两人一直保持住恋人的关系。 最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吴佩慈在2017年又为他生下女婴,很多网友纷纷说道太能生了,还有网友说看来在没有嫁入豪门之前,要一直生下去了。 季晓波虽然没有娶吴佩慈,但是也没有亏待他,据说季晓波为了奖励吴佩慈的辛苦,给吴佩慈打了40亿,恐怕这辈子都不愁吃喝了。 有人说吴佩慈果然是人生赢家,也有人说他是娱乐圈的棋女子,吴佩慈和其他女星比起来确实很特别,就这份未婚先遇,没有名分的勇气,就是很多人逼不了的。 说起吴佩慈的感情经历,除了季晓波这位富豪男友之前,吴佩慈还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富豪男友,不过两人还是有缘无分,只交往了三年就分手了,而吴佩慈自从和季晓波在一起后, 不仅为他渐渐隐退娱乐圈,为他生下三胎,还在不缠住季晓波要名分,实在大度贤惠,要知道一个女人一生是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生孩子的时候,一个女人最看重的事情就是名分, 看来吴佩慈是遇见了真爱,只不过,不知道吴佩慈什么时候能够加入豪门,祝福他吧。